我老公有多聰明 因為我每次錢都要存到我戶頭裡面 然後他就說 我那個這個月要繳什麼房租 你先那個 我支票還沒到期 你先借我兩萬塊幾萬塊 我就先給他 給了他支票到期的時候 我說你錢要還我吧 他說夫妻幹嘛要算那麼清楚 他說夫妻幹嘛要算那麼清楚 還要還給你 就在戶頭裡面啊 你到時候要什麼我再拿給你就好啦 所以每次我的錢就是存了一筆之後 然後都被他騙走了 都默默被他這樣子 他都會故意拿票給我講說 支票還沒到期 你先幫我付 然後拿走之後我說支票到期 你可以還給我了吧 他說算那麼清楚幹嘛 你的還不是我的 我的還不是都你的 那你這樣是應該 你應該要藏下支房錢 對啊 因為婚姻的力量還不夠 像我們叫姥姥 姥姥是姥姥 對 好 今天我們就來分析一下呢 這個通常男生藏私房錢 有哪些地點女人們可以注意 是 我們統計一下好不好 第一個呢 就是這個 櫥柜縫隙 黃忠平也藏這邊有沒有 然後第二 容器嘛 容器 想要容器 花瓶 有一次我要講 思佳有一個男朋友 送他九十九朵玫瑰花 我們家有那花瓶很大隻 你知道那花瓶很大隻 但是你不可能食材 你只擦外面 不可能擦裡 就沖洗裡面 有一天思佳人要送他 九十九朵玫瑰花很大一束 我先想說好 我就好不容易把那花瓶抱下來 那我的琉璃台是那種抽取式的 那可以加水 我就把它放在琉璃台上面 我有月沖之後 咕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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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有那麼多錢 怎麼會有那麼多錢 不要扶起來 你不要扶起來了 不是 你意思的媽媽是跟你學的 沒有扶那麼多出來 還好我沒有挖持它 問題我們家有金爐 可以掃 那你知道嗎 那錢一直飄出來 因為它比較高 我們水一直加的時候 咕嚕咕嚕咕嚕 我們又想看 看不到 你知道嗎 我先想什麼東西啊 什麼 我不相信 我就把它抱下來 一看 天啊 一加 它裡面五萬多塊的書 五萬 那是寶神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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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感恩思佳的 他的男朋友 因為這樣子 讓媽媽發了一筆盒錢 你又賺了五萬多塊 你們家到處是驚喜耶 真的 很棒 然後還有書本 書本 你也是在那邊找到 也有啊 現在我們家書 我們家書櫃書很多 那我老公其實 你說他聰明也聰明 說他笨也笨 他會把錢藏在 比較少去動的地方 對 可是你知道嗎 有的比較高的書櫃 平常我們比較少插到的時候 他會有一層薄薄的那個灰塵 那我只要一看嘛 那有軌跡 你一拉出來 不是兩條嗎 他就一拉 我一看 我老公又藏錢了 才又藏錢 我覺得今天這一集過完之後 如果被老公們看到這一集 他會這樣說 趕快看一下這一集 所以呢 其實老公們都以為 我們都只藏在這些地方 其實沒有 然後說 現在15的 這樣拿起來 絕對不有任何痕跡 這樣放回去 對 那又破梗了 你下次沒得拿了 好啦 銀行 銀行 銀行就是小婉 另外開了一個戶口 鞋子 誰會藏在鞋子啊 有 我老公 蛤 被你抓到過 鞋子差不多吧 鞋子差不多 他很多鞋子耶 他很多鞋 他有一天就是 他去工作 然後他就打電話回來說 那個 媽咪啊 你等一下出門的時候 幫我就去鞋櫃拿一雙鞋子 因為我穿新鞋會搖腳 然後我就說 喔好我等一下出門的時候 我順便幫你拿 他就說沒關係 你就幫我隨便拿一雙 然後過來電話不到一分鐘 他就打來很急 就說 你去找鞋櫃了沒 我說還沒啊 我又還沒出門 而且才一分鐘你就打來 他說你不用找了 你不用找了 你千萬不要去翻我鞋子 我說為什麼 他說你就帶拖鞋來給我就好了 因為我想要穿拖鞋 我說不對啊 他說我們等一下要去吃飯看電影 你穿拖鞋這樣怎麼能看 他說 反正你就給我帶拖鞋就對了 你就不要給我碰那鞋盒就對了 然後就把他這樣刮 有點太明顯 然後想說 又來了喔 不對啊 大家都鞋櫃啊 我想說奇怪 為什麼會那麼生氣 因為他只要更小燈收起的時候 我就覺得不對了 然後我就去鞋櫃 就把他一雙鞋子慢慢打開 哇塞 他就把那個錢就塞在他的那個 舊鞋他不會塞 他塞在那個他比較少穿的新鞋 然後塞在裡面 很裡面他把他捆捆捆捆捆 然後塞到很裡面 好像每個都那種毒販 那個錢都一卷一卷的 對 然後那時候就一萬塊 可是我就很 我很弱 我沒有把他拿走 應該要拿走 對啊你要拿 拿走之後像他下次就不趕場了 對 我沒有拿走 然後後來我們就去看了電影 吃完飯的話我就說 我在你鞋子裡面發現了一萬塊 然後他就又給你小燈鞋 你幹嘛 你為什麼要動我東西 我不叫你不要碰嗎 我說 你叫我不要拿你鞋子 然後你那麼生氣 我就覺得怪怪的啊 他說 哪裡怪我只叫你戴拖鞋 他說 你為什麼要碰我東西 我說那那個是什麼 你為什麼要藏錢 他就說 喔 他都很習慣想 因為他忽然被找到 反應不過來 他就喔 緊急零用金 一樣 大家講的都一樣 對 然後我說緊急零用金什麼 他說沒有 有時候如果忽然 就是忽然要一筆錢 要幹嘛的時候 就可以用得到 然後我沒有拿走 我就說喔 好緊急零用金 這就是你不夠歷練 其實應該把它拿走 我沒有拿走 我沒有拿走 但是我會讓他自己默默的 把它拿來給我 我要更搞找 搞找了 讓他自己捐出來就對了 我覺得 有些人是真的家裡 要有點現金 才會有安全感的 好現在陳英文要說了 他老公把錢 藏在蛋夾裡 你知道這我真的沒有 我本來不是我自己發現的 是因為有一天 因為我們生存遊戲 那個店在我們家附近 然後我就推著小石頭去逛 逛一逛之後 經過那裡的時候 就有時候就有人跟我們打招呼 說布丁姐姐什麼 就有一天就突然有人說 布丁姐...不好意思喔 打擾你一下 有個東西要拿給你 然後他就跑進去 我想說什麼東西啊 就要拿出來說 這兩千塊給你 我現在想說 是怎麼了嗎 他說沒有啦 這你老公在那個露天 賣這支槍給我的時候 他把它放在蛋夾裡面 他忘記拿出來了 然後我就說 他塞在蛋夾裡面 為什麼塞在那裡 他說不知道啊 可能是傻子 你要跟誰是 還沒有在扶行耶 我還不知道 我就想說 我沒有想到那方面 然後他跟我講座 我說好 謝謝 然後我就覺得很好笑 推著小石頭 我說我邊推邊下 想說這兩千塊拿給他 應該自己覺得很好笑 我說寶貝 你記不記得你有賣一支槍啊 他說記得啊 怎麼了嗎 那我說那 你是要問我說賣多少錢 我說你不要那麼敏感 我是要說好像你有在那裡面放東西 忘記拿回來了對不對 他說有嗎 我說你忘記喔 我說裡面好像有放錢 有人拿給我 他說他拿給你多少錢 然後我說你少裝 你趕快說 到底是拿多少錢 結果後來我就說 好像有兩千塊錢 他竟然有拿給我 然後拿到說 然後我就說 不是只有兩千嗎 因為他想要問我 因為他自己已經 忘記自己塞多少錢進去了 他怕我還給他的時候 就自己又多拿了一些起來 然後我說沒有 我說你下次不用藏錢了 我說你要買什麼 你可以跟我講 我說我可以幫你拿去存起來 他說 他說會啊 對啊 這個老公很會藏 但是這個 後來你老公還會去賺對不對 偷賺 因為私房錢有兩種你知道 一種就是他打牌這樣 東藏西藏 那還有一種就是他那一次 我真的不是有意去要去查他 因為那一天他中午 他就跟我說他跟朋友約吃飯 十二點約吃飯嘛 然後他就出門了 出門之後一點多 我那一天 不知道是什麼事情要問他 我就打給他 一打手機關機 其實他是去除草是不是 不是 你知道老婆通常 第六感都很 很靈 就是不對 就覺得說 不對 然後就關機到一點四十分 快兩點還在關機 那我當下就打給了那個 他跟他說要吃飯的朋友 我就打給他 我說某某某 你中午跟我老公吃飯啊 他說 那個 他就不講話了 我說那我老公 因為我有點事情要問他 他說 鍾明哥 鍾明哥去那個國賓了 我說他去國賓 他發現他講錯話了 你知道嗎 他就 我不是很清楚耶 嫂子那個 他好像有講 但是我不確定 我說好 沒事了 我就掛了 然後我就開始 大概那個 十分鐘內 大概播了快三十通 我就是要他 一開機的時候 看到我打了四十通 然後我就一直播 一直播 播到兩點半 快三點 他回電了 他一回電 他說 我說 因為我老公 因為我老公做壞事 他會結巴 我說 你去哪裡 他在電話 那個 我說去哪 好狠 他說 我去國賓 我說 回來再說 因為他有誠實 我就電 因為他不會說謊 他就電話掛了之後 他一進門 我就跟他說 嗯 有紅包吧 去國賓 為什麼會有紅包 剪彩 因為我很清楚 他一定是偷偷接啊 接活動 他一定是朋友找他 包紅包什麼的 然後我就說 有紅包吧 他就 嗯嗯嗯 他就 我說 我就交出來 我就謝謝啦 因為我跟他一樣 就是只要被我抓到 就是給我啊 多少錢的紅包 包了大概四萬 所以你四十通 一通一千塊 蠻划算的 對 而且那一次就碰起來 我從來不會去查他 就那一天打了他就關機 因為我老公吃飯 是不可能關機的 好 那小偉這次要現在 跟我們分享的是 你發現老公的私房錢 有史以來吵架吵 最兇的一次 你是在什麼奇妙的地方 找到那一筆私房錢 奇妙的地方 老公請老幫忙 卻意外露出馬腳 出國他都搶得要 揹那一個DV帶 我當下也沒想那麼多 想說把DV拿出來看一下 就一拿的時候 為什麼那個DV帶上面底部 有點 骨骨有點厚度 把底部那個魔鬼在 一撕開 裡面兩萬 兩萬 電視機前的老婆們 請問別這台 廣告回來 人氣要傳授你們 更多找私房錢的訣竅 一起來找私房錢吧